中超联赛即将迎来夺冠生死战,而上海上岗在这场比赛之前,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球队当家射手无类终于获得世界认可,成为世界射手排行榜的亚洲第一人。 而这个记录也是今年来年末时期中国球员获得的最佳成就,甚至足以让人骄傲的输出,无类真的可以前往欧洲五大联赛试一试了,毕竟很多欧洲射手都排在他身后,在最新的世界射手排行榜中,无类成为了前50名中唯一的中国人。 要知道这个榜达在前三位分别是斯伊罗、梅西克和萨拉赫,而在其身后还有苏亚雷斯、莱范多夫斯基,以及哈利凯恩等人。 而中超著名球星卡利斯卡也成功跻身到世界前10名的位置,上次排名他排在第11位,现在他是世界足坛当之无愧的前十射手。 而最让中国球迷兴奋都无疑是无类的排名,在上次排名中,无类名列第32位,如今他的中超的持续量也发挥,让他的排名不断攀升,直接来到了第22位,上升名次多达10名,这也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人。 在他身前没有任何亚洲人排在如此靠前的位置,而他身后还有诸如伊卡尔迪、马内、菲尔尼诺等著名球星,在此之前,曾有杨旭排在世界射手榜的第一位,但那只是因为那一年刚刚开始,而杨旭在国际比赛中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大量进球,并不具有代表性。 而如今,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,无类以二,其个进球排在所有射手榜第22位,这样的成绩更具有收服力,而他的排名也足以证明,现在的亚洲球员中,他的进球效率最高。 当然,各个联赛的喊金量并不相同,如果在考虑联赛的级别进行计算,无类在这个榜单中依然可以排到世界第59位,与孙欣民旗鼓相当,只有两个基本值差,不得不说。 如今的无类已经可以称得上中国足球的骄傲,甚至是亚洲足球的骄傲了,希望未来他能早日登上欧洲联赛,让世界祖坛看到无类的能力,老球中超球平。